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洲央行要开货币会议 这个货币会议开完之后 将会宣布到底要不要扩大QE 甚至于用什么方式来执行QE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过 在QE没有发布扩大之前 欧美股市全球股市 不会那么容易下来 不会那么容易下来 但这种期待心理之下 股市已经涨高了 所以当接近快发布的时候 市场屏息以待 波动幅度会来得比较小一点 昨天外媒股市呈现小涨收 今天亚洲股市开盘之后 日本是目前涨157点比较多一点 大陆股市目前开了之后 呈现小跌的格局 护升二叉 我们相关的ETF护升二叉 现在是呈现上涨1.66% 我们护升二叉已经讲了很久了 这次从9块钱开始跟大家推荐之后 从9块钱开始跟大家推荐之后 你不要小看这样一个小小幅度 这样就20%了 这样就20%了 我个人觉得大陆股市税师 还有再攻击的机会 因为毕竟目前他们的部位 还是属于比较偏低的部位 目前他们的部位 还是属于比较偏低的部位 这个指标行程跨到黄金交叉的阶段 所以大陆股市 这个地方其实是蛮关键的 也是接下来是否能够维持 全球股市一个强势 多头持续的一个关键 好 台北股市这一波涨了1100点 从选后第一天开始一路涨 整整涨了1100点 那也正好守住10年线 站上月线之后 再站上半年线 现在开始已经来到接近年线的位置 那年线大概是在8800 这是最高来到8730点左右 已经快接近年线 现在指标在高档区 所以感觉上 这里一直要供不出去 可是外资又没有放手 外资几乎是天天买 昨天外资又买了28亿 从过年后到昨天 外资已经买了860亿了 尤其在台子期进多单的部分 昨天又增加1544口 外资在台子期的进多单部位 来到38343口 这是七年来最大的一个部位 外资在进多单部位 一直在增加情况之下 可见得外资是一直在撑 外资撑的坦白说是蛮辛苦的 为什么外资要这样撑 因为散户不进来啊 这次量一直出不来 可见得散户是过度的保守 导致大盘涨了一千一百点 融资几乎是没有增加到 这次散户几乎是没赚到钱 除了外资在赚以外 那外资当然也会担心 取高和寡 自己故军深入一直买 到买也走过去要怎么 所以他这里是在硬撑 在这里硬撑 那操作上 你个人的操作 如果这一波你没有跟上 真是很可惜 我们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推荐很多股票 都大涨 这两天我们开始逢高 在做减码回收的动作 比如像可乘 我们从200块钱开始讲的 今天这两天开始 这两天我逢高出掉了一半 6269的台俊 我们从66块钱开始讲的 上到90块钱 我们也全部都出掉了 4938的合作 我们67块钱买的 最高来到81块钱 我们也获利都出清掉了 这个不是我不看好了 这个压回我都会再买 主要原因是因为涨多 指标在高档 你要让它休息一下 8299的群联 群联这一次 我们从200块开始买的 上来追 前天260块钱 也是先撤退 这个上来也都40块钱了 对 3548的 照例 从32块钱买的 赚了40% 获利出掉之后 现在剩下43.8 这个下来再接了不用急 操作股票不要舍不得 行情是一波一波一波 有赚钱先放口袋 先换下支股票做 等下来之后重新再买回来 不用担心不要舍不得 军药这一次从53块钱 56块钱买 标上来 这也标40几%跌 也标了40几% 市场资金不够 每天都只有几百亿而已 这种几百亿的资金 不可能一次全面一起动 水泪股之间一直在轮动 掌握住轮动的脉络 一档一档慢慢来 你看最近 我们在节目中 跟大家报告的标的 其实也都是我们在操作的个部 你看 礼拜二的F6月 1262 F6月 也不错啊 我们105买的 涨到130了 昨天讲涛地 昨天讲涛地 2929的涛地 昨天涛地大涨 这也不错 这个随时 10年线 141只要一过关 这个才有开始而已 这才有开始而已 我们今天来讲滑行光 4979的滑行光 滑行光 大家应该不陌生 因为滑行光本身来说 它是光电产业 算是网通产业 它主要是做雷射二集体的 主要是做雷射二集体的 雷射二集体用在哪里 雷射二集体以前 大多数都用在 DVD的读取头 那就是雷射二集体 那目前看是网路 全面光纤化之后 你光纤 光纤是那个线 你要有接收讯号的端 接收讯号的端 就是用雷射二集体来说接收 那滑行光本身来说 它的重点是以 中国大陆的市场为腹地 那这两年 中国大陆开始 扩大光纤的布局 所以你可以看到 滑行光这两年的业绩 呈现三级跳 营收从20亿 30亿 40亿 一路往上跳 那同时获利也从 2块3块去年7块3 去年跳到7块3 这一次大陆 第13个5年计划的内容里面 特别谈到 扩大光纤的布局 那既然扩大光纤的布局 那么未来几年 你看中国大陆那么大的一个地方 你看台湾 一个台湾岛 那么小 要全面光纤化 已经讲了七八年了 都还没有办法 对不对 何况中国大陆那么大的一个地方 它要全面光纤化 那个商机是相当大的 所以未来几年 华星光还会持续维持高获利 还会维持高获利 你看毛利对不对 负债比整个业绩都还蛮稳的 那最近整个股价 从96块钱压回之后 你可以看到黄色是月线 红色是半捏线 蓝色是捏线 哇三条线目前原本分得很开 现在已经全部纠结在一起了 位置都在76到77这附近 在76跟77附近 那指标开始交往上 今天目前是涨了两块钱 目前是涨了两块钱 因为这两天刚发布出来的 要全面扩大光纤的布局 所以华星光这个整理已经差不多了 整理已经差不多了 有压回我不能看吧 有压回都是不错的买点 那当然这是个别股的部分 重点是一个产业如果能够 聚集形成气势的话 那么对于整个产业推动 整个族群的一个攻击 会有更大的效果 我们在明天礼拜五 明天在拜五晚上七点 我在台北厂办了一场讲座 新主流诞生 我们准备再抢五成的利润 不是一成两成喔 准备再抢五成的利润 大盘这次目前已经涨了一千一百点了 很多股票涨高了 你不要去追 你要去买刚起涨的 都起风的 报名来听我们礼拜五的讲座 新主流诞生 抢五成的获利 礼拜五晚上七点台北 报名专线23219933 23219933 打单前来报名 今天跟大家分析到这里 祝您操作顺利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